麥卡洛最後那個出手 其實他剛剛賽後有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在勝負底定的狀態下 他要選擇出手那一球 那其實當下主場球員有一些虛手 不知道你對這個 有什麼樣的看法? 他的解釋是什麼? 他指說他在場上是 沒有朋友他只是一個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然後做好他的事情而已 我覺得我的看法是 通常 通常如果是我 我不會 可是我不控制別人 我也不管他們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應該回去 防他如果他要進攻 所以可能比較生氣一點 是我們自己的 求人 讓他上 你問我應該上 我覺得不應該 可是我們還是要放 如果他要進攻